今早開節目我們也說過,社評也有提到的士加價這個話題 也說的士大幅加價是趕客還是可以令他們經營成本方面改善 對於車主甚至可能是租車的司機方面的情況有什麼反應呢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聊聊,大家都很關注這個話題 請來這位的士小巴商總會的理事長周國強和我們聊聊 早安 早安 早安,大家都關注的士業界早前提出了加價方案 運輸儲方面也會討論 你自己看今次的加幅,市場方面反應很大 你自己怎樣看情況呢? 我反而抱著平常心 因為大家都知道,之前大家都有說過 在兩年前加價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政府也公佈了一些數字 經過上次的加價,其實的士收費最後是50% 這些全部都是政府公佈的數字 但其實市民在兩年前我們有意見提出的時候 其實有部分市民都支持我們 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們成本增加了 也知道 但說真的 為什麽說我們很期望盡快加到加呢 就是我們發現了這兩年 香港的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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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 如果有些年輕人入行的話 其實司機老年化的情況 大家都有目共睹 但是加價是否等同增加收入呢? 有時加價,車主又加車租 乘客又省著乘搭 乘搭少兩程 過去經驗,但凡加價的適應期要多久呢? 這正正是我今早每天都乘搭的士 的士司機也有反映說 加價其實他們未必受惠 因為初段加了價後 乘客真的減少了 會看著荷包花錢 另外車主很快因為加價而加他們的車租 其實這方面如何去平衡? 或者你們看過往的加價上有什麽反映? 其實上次加價的話 在兩年前的加價的話 其實生意是沒有影響的 其實我絕對相信 這次改變了的士的收費 如果真的成功的話 其實我絕對相信 對乘客的影響不大 因為說真的 現在我們的士業的最大問題 就是相反大家都知道 是網絡白牌車 因為這些非法的東西 搶走了我們的生意 但是他們的收費都比我們高 但是那個情況就不 但是我們說了 我明白到司機的立場 他可能覺得車主 我們現在早之後 可能他們駕車的壓力會大些 但是也要說回一個公平的原因 就是說其實現在整個香港本身的成本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保險業 我們只是一個保險業 有27,000元的存保 到5萬元以上 其實車主和車價 有24萬 現在政府叫我們去用電車 那電車車價暫時也要33萬 那如果車主的營運成本高了的話 其實大家改善一個行業的話 那市民也知道的 司機一定都知道的 不過我明白到他們有些心態就是華為 我駕車的話 如果我的成本每天 我打屁重了 我會有些壓力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大家平衡了 大家都知道人工又加了一樣 其他工種都加了薪金的話 那如果你經常都是顧著自己的 不拿一些真心真意去改變 相反我覺得應該在的士司機方面 除了說政府現在如果給我們加價 你有機會收入增加多之後 應該開懷一些 大家一起努力怎樣去改善學業的形象 尤其在質素方面 其實怎樣可以挽回市民 遊客方面對於的士方面的信心 尤其是很多人都批評一些服務質素 甚至可能有減客的情況 這些情況是怎樣可以改善到的 我希望政府也會接納我的意見 之前我自己也跟兩位主持人談過 如果今次不要說今次交給我們 應該說我們的的士未來的話 如果能夠提高收入之後 隨著司機的扣分制成立之後 跟著政府如果接納我們的意見的話 用導航去給司機 給乘客知道我們用導航去 再去最近的目的地 跟著我們又做電子支付 跟著就 跟著我們裝了車鏡錄音 令到大家的增壓減少了之後 將投訴數字降低之後 連電子支付購入遊客的話 降低了這個 就是那個網友白牌 如果不用給現金 對我們的救病全部減低的話 爭取市民和乘客的信心 我相信未來的士的投訴數字 會大幅減少 乘客搭車的歷程也會大大改觀 我希望如果政府在6月的話 修例打擊網友白牌車之後 市民會覺得我們的事業 一切慢慢地改善和進步 就挽回所有市民的信心 但是網約車這個世界潮流 浩浩蕩蕩蕩 港人北上消費的時候 一過關就馬上拿手機出來約車 就算截的士 落車都是數碼 我們香港就走 就算八達通也是消費勸 那一陣子可能有部份的哥 就會擺盒子出來 現在你回答 甚少見到 要主動問他有沒有法律通 都不是過有 舉報艱難 過去這麼多年都行不到 很明顯的改變 接下來加價又和這些改變 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其實剛巧這麼巧 今天我們都會有一個新聞發佈會 在下午舉行 就會在這個科學院那裡 會舉辦 裡面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 差不多裝了800架車 在這個電子支付 也有了 拍卡即付 立刻付錢 就可以上車下車 未來我希望一個月之後 連八達通都可以接軌 可以在這裏 乘客上車的話 直接有一個卡機 就很簡單 下車一數直負 希望 但是我明白的 這個支付方法 現在暫時都未實行到 說是很普及化 但是現在有800架車 我希望未來的盡快可以推動多些 但是也希望市民和的士司機 政府 大家都要明白到 如果要推動整個業界去電子化的話 除了我們業界本身去推動的話 也要司機 合作 和政府也有一個主動的橋樑 然後一起去整個 還有市民也要配合 其實也挺方便的 如果又是電子支付 搭的士的話 也不用找那麼多省紙 我想問一問 周先生 如果現在的方案 未必全部通過 因為現在始終見到 今天各大一些的報道 甚至可能社評上面 都看到 那個迴響都挺大 因為那個加幅 都真的不少 其實這方面 你自己怎麼看情況 如果真的不是全盤通過的話 那情況又是怎樣 我明白到市民和政府 政府也有壓力的 市民也有壓力 但是我也希望 體諒到我們的成本上升 因為你知道 自從有間保險公司 給保監處 令到停牌之任 那個保費我們真的加上一倍 也是這樣說 希望市民會體諒 也希望政府真的要幫一下我們的行業收 但是我明白到 這個加幅 是未必會達到一百份 給我們的要求那麼多 但是也希望政府能夠審視現在我們的的士車主的困境 希望我們儘量加幅更大給我們 但是我們其實 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去承諾到六月份的審視報告 就是將那些非法東西抽走的話 令到我們流失了那十幾%的乘客回來的話 而我們現在又願意去踏一步的話去改善我們的服務呢 希望這樣會整個生態圈還回一個很公平的平台 公平的平台給我們營運的話 那我就算說那個加幅加不到的話 都不到我們最想的理想的話 但是如果還到一個公平平台給我們的話 希望我們的的士業界可以回復健康發展的話 這樣才是最好的根源 有一個位都想問一下周先生 剛才你特別提到 可能經營成本方面的上漲 特別是保費的問題 其實與其說的士加價 會不會跟政府去商討一下 怎樣可以降低的士成保方面 涉及的風險 或者要約更多保險公司方面 去成保在成本上可以在這方面下降 有沒有跟政府去商討過 或者引入這些情況 可能令到保險公司 都能夠更多去成保的士方面的情況 其實這個問題都挺嚴重的 因為你知道 除了保費的升幅 其實我也明白保護公司都有困難的 當然裡面有一些所謂的包覽送眾 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希望市民和政府大家都要體諒 如果香港人工去有升幅的話 等於索償數字會慢慢增大 因為有人受傷 本來去年是一萬元人工 今天是一萬元人工 那麼索償數字會慢慢增加 這個一定是掛勾的 當然業界裡面怎樣降低的士裡面的交通意外 或者政府怎樣去減低交通意外 例如在澳門 例如在新加坡這樣 可能每一個紅綠燈都會安裝營 怎樣去教育司機 培訓司機 公民意識裡面怎樣教育他們駕駛者 為保持有兩秒的停車距離裡面的意識 這些要慢慢教導 但是這個教導停車 煞車距離兩秒那些 就不單止只是的士司機了 就要整個路面的使用者 大家都一定要大家遵守這件事的話 我們的士業的我有責任去講給我們的從業員聽 保持兩秒的煞車距離 但是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話 有些意識的話 就要大家努力去增加他們這種駕駛的意識 就要大家一齊去舉報 一齊去改善才能夠做得到 有時真的坐的士 有時都心怕膽跳 我在深圳的士 跟司機大哥聊天 例如我做到60歲就沒得做的 即是不可以再開的士 不租給他 我們香港說滿城盡事白頭翁 即是開的士 都是長者 那你又怎樣搞呢 你年紀大當然 自己駕駛的私家車都還可 你每天踩12小時 真的體力、眼力都有影響 導致意外又生 保險又要補費又加這些 是否一個惡性循環呢 這個循環怎樣打破呢 這樣就一定要政府的配合 說真的其實都很遺憾 其實就算現在 我們今年如果有機會 加得到假的話 我相信會加得到假的 但是其實環顧一下 如果今年真的成功 政府給我們批准到我們的的士 申請價格的批准 其實很遺憾 其實在十年裡面 到今年 我們是調整過三次收費 其實說真的 一個行業裡面 如果在營運方面 在十年裡面才能夠成功這樣 有時候有三次的 就是申請的價格去調整的話 其實對這個行業 是不是健康發展的話 其實都會是一個 遺憾的 也都會引致到那個情況 就是說 原來這個行業裡面 我打你這份工裡面 十年才會有機會 調整三次薪金的話 都會有一點點 是會引致到沒有新人入行的原因 但是這種事情 其實都要 中間裡面 好像我之前也有提出過 希望調整收費之後 會不會以我們的的士業 咪標 甚至乎有議員提出過 會不會每一年 調整收費一次 我都提出過 不如我們以通脹掛勾的比例 數字最低的 調整升幅 或者公務員裡面最低的 就是年紀三的升幅 我們每年這樣 跟著的通脹來調整 可能這樣 如果能夠政府肯 跨部門 或者允許到我們 以經濟數據裡面 最低的數字來調整升幅的話 這樣給市民人感覺到 不要以為說 為什麼你們會 一次過來 申請十幾個%這麼厲害 但是不知道 原來我們 原來看回數字裡面 我們現在是 如果成功 才是十年了 第三次的話 就算成功的話 就算落期真的加5元的話 這十年了 就算我們加了10元 即是說 每年的落期是加1元的話 其實 其實你說 是不是真的 很大的數字呢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真的要大家深入討論 多點出來解說一下 讓市民各方面都明白 最重要是看回 最終能不能夠全盤通過 今天我們就和周國強 先談到這裡 謝謝你